Hello 大家好 我是薰轩 今天是星期五 外面还下着小雨 这几天天天下着小雨 生意都不怎么好 所以今天准备早点下班 然后去娘家 又到月底了 想想有一个月没回娘家了 说了也惭愧 然后今天把儿子也给接上了 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老公你走那么快干嘛 不等等我 你去干嘛走这么快 我老公一进门就去找我妈了 也不知道他们俩在干什么 肯定在我讲我坏话 我都不敢过去了 还指我 肯定没有说我好话 你妈妈赶紧过去 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没有啊 没有 肯定没有好事 老妈 你找我干嘛 你啊 你这个小耳朵 你干嘛 你还疼我耳朵 你刚才听你老朋友说 你爱爱 一天到晚买衣服 好的没学回去 把那个 差的都学走了 老妈最爱喜欢买衣服 也要节制一点的 听说把信用卡要刷爆了 我就刷了一点点他的钱 妈妈是不是很喜欢花钱 不得了了 我要要惩罚他一下 打屁 打屁了 你敢打扰 要的 不能打扰 妈妈你怎么能胳膊子往外管呢 哎呀 现在都是一家子 你什么胳膊不胳膊 往外管呢 其实生意也不好 要节省一点 就是 嗯 少买一点 嗯 够穿就好 就是啊 时尚能买时间 不要啪啪啪 买时间 懂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老公 不得了了吗 现在 嗯 居然在我妈面前告状了 嗯 还害我被打了 开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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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我也去找婆婆告状 是吧 看谁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们走吧 吃饭了 你忙好了没 好了 嗯 吃饭了